这绝对是最懂事的徒弟 不仅武艺高强 还特别勤快 小伙名叫何安夏 几天前 还是山上道观里的一名小道士 因道观里闹起了凉荒 养不起那么多人了 投于无奈 师父决定比武定去留 别看小师弟何安夏傻头杀脑 瘦小的身板却很康达 二师兄力大无穷 一把便将他甩出树米 何安夏一个鲤鱼打挺 飞身上了逼舞台 刚打几招 何安夏便想到应对之策 二师兄最怕痒了 何安夏趁机出手 很快便将二师兄打败 众师兄弟一拥而上 谁知这诗人硬学艺不惊 三拳两脚就被何安夏打败 师父我赢了 何安夏以为打赢了 就能留在山上 赢来的人本事大 那你就下山 自己找一口饱饭吃吧 人心难测 山下可不比山上 临走前 师父特意交代 往后嘴要甜 手脚要勤快 还有别忘记练功 何安夏刚下山 犹如你刚踏入社会的样子 在繁华的大街上 何安夏为了躲避汽车 施展轻功 凌空一跃 山转腾摩剑 平稳落地 饮得吃瓜群众拍手就好 一个富婆误以为她是卖艺的 给了她一块钱 古功不收录 何安夏拒绝了 可到了晚上 她却后悔了 师父给的干粮早已吃完 包袱里一块钱都没有 这时鸡肠碌碌的她 看到一个大叔正在吃荷叶鸡 吃完之后还打包了一只 何安夏没有多想 抢过荷叶鸡 拔腿就跑 大叔骑着自行车追击 两人你追我赶 在路过一条河时 何安夏突然跳起 抓住头顶的建筑物 大叔则不慎溺水 何安夏立马跳了下去 将大叔救了起来 两人话题为由 大叔名叫老崔 是一家医馆的老板 得知何安夏是道士 被迫下山后 老崔主动关心起了他 交谈之中 何安夏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小时候是个孤儿 幸亏被道长捡到 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今天就是你的生日 两人相谈圣欢 老崔看何安夏无家可归 提出收留 就这样 老崔成为了何安夏的 第二个师父 到了崔家后 何安夏见到了师娘 师娘长得很漂亮 和师父十分恩爱 得知给自己买的荷叶鸡 被捡回来的小豆豉给吃了 师娘也没有怪罪 就这样何安夏住在了崔家 虽然师父师娘带他很好 但何安夏牢记道长的教诲 嘴巴特别甜 人也勤快 天不亮 就将一管打扫的干干净净 白天师父忙活时 何安夏就在一旁打砸 夜里还不忘脸宫 何安夏很快便融入山下的生活 老崔的艺术很特别 除了中药 还会开刀做手术 有人找他割双眼皮 也有其他的 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 利用自己的一手绝活 老崔赚了不少钱 何安夏恳求老崔教自己手艺 老崔爽快同意了 打烊后老崔吩咐何安夏 将一半的收入装进袋子里 随后两人将钱送到隔壁的衣馆里 老板名叫崔道荣 是老崔的弟弟 不同于老崔道荣好吃懒做 虽然经营着祖上传下来的衣馆 却因优手好闲 店里一个顾客都没有 老崔念及手足之情 亲兄弟我的就是你 你可以用心准备我家 然而道荣却并不领情 拿出一包药膏给他 还说两人互不相欠 随后道荣拿出一枚名为 猫眼石的戒指来炫耀 道荣这个败家仔 居然私自卖了祖传的衣馆 老崔气得不行 谁知道荣反而嘲笑他 为了个女人连神仙都不做了 老崔听后脸色大变 跑了出去 何安夏为了给师父出气 捡起道荣的飞镖 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随后追向师父老崔 闷闷不乐的老崔 向何安夏透露出自己的过往 当年老崔也曾是道士 却因看到玉珍的那一刻 动了繁星 于是还俗下山 娶了玉珍为妻 回想起这段经历 老崔破体微笑 何安夏也跟着笑了 笑什么呀 男女的事你哪懂啊 三夏一个蜻蜓点水 说是要教师父小周天的功夫 据说可以断育 却被老崔已学过 但是忘了给拒绝了 活着不乐 什么时候乐 老崔虽然不同于弟弟道荣 但想法还是相似的 那就是活在当下 老崔事业有成 身边有娇妻相伴 在外人看来他走上了人生巅峰 然而他却有自己的烦恼 身体不行 晚上老崔为了哄妻子玉珍开心 打开藏在墙里的小金库 随后跟他抱怨 道荣将祖传的医馆卖了 说他的膏药越来越不管用了 一怒之下 还决定以后再也不借记他 可隔天中午 老崔就改变了主意 让何安夏去道荣那里买两副膏药 谁知何安夏却意外 撞见玉珍和道荣的好事 何安夏替师父不值 本打算告诉他 可又担心说出来上了他的心 于是向师父隐瞒了此事 思来想去 何安夏独自找到玉珍 劝他不要再和道荣来往 没想玉珍一句也听不进去 隔天 玉珍去找道荣 商量应对之策 道荣却在他面前装可怜 上条绳都被欠买 玉珍上当 透露出老崔有个小金库 还说要劝老崔帮他渡过难关 谁知道荣起了夺宝杀人之心 给玉珍一颗颤有剧毒的药丸 玉珍上当 将药丸拿回了家 夜里 玉珍打算掏走小金库 替道荣还债 不料却被老崔撞见 玉珍以为何安夏已经告密 于是向老崔坦白 让他最后一次帮道荣 还保证以后再也不见面了 老崔原谅了他 就在这时 老崔独发身亡 玉珍的惨叫声将何安夏惊醒 当他冲进屋时 老崔面色发黑 停止了呼吸 葬礼当天 只有何安夏一人披麻带笑 替师父送行 回想起师父对自己的好 何安夏伤心欲绝 来到里屋 触景生情时 何安夏发现了药盒 经过检查 发现里面掺了毒药 何安夏怀疑师父是被盗容毒死的 想吃点什么 想吃你 老崔的头气还没有过 两人便肆无忌惮 何安夏气愤 他可以肯定 师父是被盗容毒死的 多知两人就要去游湖 何安夏拦住两人 盗容不但不内疚 还给了他一耳光 没想欲针也铁了心要去 满腔怒火的何安夏决定报仇 在船舱里做了手脚 殊不知 游船上看似亲亲窝窝的两人 实际上已经反目 就在这时 大量的水涌进了船舱里 船上的门窗也被锁住 就这样两人沉入湖底 替师父报了仇 可何安夏并不快乐 因杀了人良心不安 于是来到明光寺忏悔 大师看他全身湿透 猜出他的所作所为 大师问他 既然做对了 又为何来此忏悔 何安夏不知如何回答 大师让他在此入定七日 深深忏悔 谁知何安夏却静不下心来 脑海里不断涌现出过往的经历 惨死的师父 欲针临死前向他求救 这一切犹如噩梦一般 刻在脑海中 七天的时间过去后 何安夏又回到了老崔的医馆 就当他迷迷糊糊之际 一个长得像称哥的年轻人突然出现 何安夏大吃一惊 还以为出了小贼 我把本翻锁了 你在外面怎么打坏的 谁知对方却告诉他 自己会隔空打雾 何安夏不相信 对方只好对着鱼缸掩饰了起来 火不其然 鱼缸内的假山被震碎 隔空打雾的功夫 让何安夏刮目相看 对方名叫赵新川 为争夺掌门之位 即将和自己的师父比武 还说自己一定能赢 来一次买药酒 便是给师父的 何安夏来了兴趣 便一路尾随 想要看高手比武 有人说这是包租贡最英的配角 打不过就投降 趁对方不注意 用锋利的散剑刺穿身体 直接将对方送走 也有人说这是功夫中 留下的深仇大恨 如今趁哥和包租贡互换角色 这晚赵新川抱着酒坛 来到一个废弃的球场 与自己的师父彭前吴见面 话音刚落 彭前吴先下手围墙 对着赵新川一阵门攻 一个来回下来 赵新川落了下风 听谈话 两人虽是师徒关系 却因三观不同 为了争夺掌门之位 大打出手 在师父彭前吴的提醒下 赵新川决定使用真功夫 余夜之中 两人各展拳脚 两人在地上打得不过瘾 便飞身上了钢丝绳 但所谓拳怕少壮 师父早已年过半百 一个不留神 差点从高处跌落 赵新川起身去拉师父 不料却着了一己重拳 彭前吴乘胜追击 将赵新川揍倒在血泊之中 正与离开之时 赵新川一个鲤鱼打挺 紧接着试转起了 师父的成名绝技 九龙合璧 这招类似于 之前在河岸下面前 表演过的隔空曲舞 师父彭前吴来不及多闪 被打出数米 重重摔倒在地 随后不可思议地看着赵新川 我偷学了师父的九龙合璧 没有告诉师父 彭前吴故作大方 承认自己比武失败 然而就当两人离开之际 走在前面的赵新川突然倒下 师父用伞剑将他刺了个对穿 赵新川气绝身亡 彭前吴虽是一派掌门 心眼却很少 他怎会让一个外星人当掌门 再者赵新川也不该 偷学他的成名绝技 九龙合璧 说吧 双手一挥 四周的灯便熄灭 彭前吴杀了赵新川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殊不知这一幕 被跟来看比武的何安夏看到 隔天一早 彭前吴的儿子彭妻子来到医馆 找何安夏买衣服 治内伤的药给父亲 同时还要借医馆的灶台 烹煮野味 何安夏爽快同意 煮书后 彭妻子邀请何安夏一起吃 开始前 彭妻子却将何安夏拦住 肉不能白吃 彭妻子向何安夏打听 师兄赵新川的行纵 此时的彭妻子还不知道赵新川已死 何安夏不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 彭妻子主动夹了一块肉 塞进他嘴里 垂直咽下后中了毒 毒性虽不致命 却让人产生幻觉 面对质问 何安夏说出昨晚所见 幻境之中他还看到了师娘玉真 其实除了何安夏 彭妻子也吃了锅里的肉 丧失理智的两人决定去抢附近庙里的功德香 打算买点酒来喝 就这样两人冲入寺庙 谁知出事不力 刚刚抢过功德香 就被一个隐居在此的高手教训 谁也想不到 这个负责打扫的道长 居然拥有一身好武艺 他名叫周西瑜 曾是太极高手 也是彭前吴的师弟 当年师父要将掌门之位传给周西瑜 彭前吴心眼小 自己的父亲 怎么会让一个外人做掌门 因嫉妒 彭前吴涉及陷害周西瑜 将其逐出师门 面对追杀周西瑜兜兜转转 最后隐居在四秒钟 这天彭妻子和何安夏闯了进来 强功德香 不料周西瑜用扫帚派苍蝇 施展了好身手 想要下退两人 何安夏剑好就兽准备离开 彭妻子却自不量力 冲进来与其较量 谁知连对方的一脚都打不到 面对彭妻子的重创 对方快速闪躲 落下时连灯星都没有动一下 可见周西瑜内功深厚 彭妻子不服上前再攻 却被周西瑜牢牢锁死 何安夏上前驻站 不料周西瑜一手一个 将两人当玩具 在空中旋转 紧接着扔到墙壁上 瞬间口吐鲜血 两人直接被吓行 头也不灰的跑了出去 半路上何安夏想要回去 彭妻子立马提醒 说十个高手都打不过对方 原来刚才交手时 彭妻子看到对方手腕上的印记 便认出了他的身份太极高手周西瑜 说吧彭妻子便回家 向父亲彭前吴汇报此事 在确定此人是自己的尸体后 彭前吴阴险一笑 当年为了争夺掌门之位 他陷害周西瑜 找了他十几年 早就想将其斩草除根 而另一边的何安夏 回到寺庙 向周西瑜道歉 知错能改就好 周西瑜并没有怪他 原来刚才周西瑜将两人抛在空中旋转 是在给两人解读 何安夏没有走 他看上了周西瑜的好身手 请求他收自己为徒 周西瑜没有同意 还说彭家太极门可以教他 原来周西瑜也从彭妻子的招式中 看出了他的身份 夜里何安夏到月来客栈 给彭妻子送药 彭妻子一脸的冷漠接过药 你真的是赵兴川师弟啊 彭前吴得知儿子彭妻子 还在关心赵兴川的行踪 于是告诉彭妻子 赵兴川偷学了自己的九龙合璧 他在你能当得了长人吗 但彭前吴并没有说出赵兴川已死的消息 隔天一早 何安夏离开了医馆 恢复了以前的打扮 上了山 找到周西瑜提出拜他为师 周西瑜可不像老崔那么好说话 拿着扫帚打了一套拳 将满树的花瓣散了一地 而何安夏扫完地之后 便去找周西瑜拜师 然而天不遂人愿 就在这时彭前吴却杀上了门 两人本是同门 为何会反目成仇呢 当年老掌门在临终前 践踏兴术不正 没有将掌门之位传给妻子彭前吴 将位置传给单纯善良的徒弟周西瑜 老掌门离世后 彭前吴用计得到了掌门之位 周西瑜远走天涯 如今为了老掌门的原基数秘籍 彭前吴找到周西瑜 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周西瑜告诉他原基数没有秘籍 不过他却将多年所学 编成了一本册子 他愿双手奉上 只希望两人和解 彭前吴不相信 一把将册子扔进火堆里 引进师父的心血就要被毁 何安夏从火堆里抢回 谁知彭前吴却给了他一击中掌 徒弟被人打伤 周西瑜被迫出手 两人于造前大战了十个来回 彭前吴出手毒辣 昭昭之命 反观周西瑜却处处手下留情 彭前吴不依不饶 多次暗算 面对重创 周西瑜不慎受伤 何安夏看不下去了 上前给师父助战 然而他又怎打得过 深境百战的彭前吴呢 眼看何安夏挪为活靶子 周西瑜趁机运功疗伤 紧接着一闪电般的伸手 借下暗器 救下何安夏 看着周西瑜这么好的伸手 彭前吴并没有再拼 拿起自己的伞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就当何安夏觉得奇怪之时 殊不知 彭前吴在门口 施展自己的绝技 九龙合璧 也就是隔空打牛 周西瑜也及时拉何安夏避开 用院内的落叶 成功化解了危机 彭前吴不服 手持砍到冲井院内 与手持扫帚的周西瑜再次较量 几个来回下来 彭前吴的衣服上 便呈现出数道裂痕 不愿服输的他准备再次施展九龙合璧 彭前吴凌空而起 一个猛冲 将大顶中的水吸出 化为水柱 打向彭前吴 尽管彭前吴使出九龙合璧 抵挡 不料还是被反噬 这次 重伤的彭前吴转身就走 回到家后 彭前吴再也撑不住 重重摔倒在地 彭妻子看着重伤的父亲 立马去找药 意外看到彭前吴放在抽屉里的枪 复仇的欲望被激起 此刻 何安夏已正式成为周夕宇的徒弟 虽然来不及练习 但周夕宇向他讲述了原基数的要领 原来当年 他和好友渣老板 在山中不分日夜的休息 周夕宇是月恋 而渣老板则是日恋 通过三年的苦恋 终于领悟原基数的真谛 那就是不离不弃的力量 深夜两人各自回房休息 谁知刚躺下 就传来三声枪响 周夕宇已经重枪倒地 何安夏问他是谁开的墙 周夕宇却没有回答 临终前 将原基数要领侧子给何安夏 让他转交给自己的好友渣老板 处理完周夕宇的后事 何安夏便下山去找渣老板 这个用炒锚挑翻小汽车的男人 便是渣老板 自从与好友周夕宇分别后 他便留在黎原 成为一名武生 应长相出众 伸手利落 成为戏院偷牌 何安夏找来 得知好友周夕宇遇害 渣老板伤心欲绝 当年两人是战友 结下过命的交情 后来一起到山中修炼原基数 如今得知好友被枪杀 渣老板决定查清来龙去脉 为好友报仇 于是来到戏台上 取消今晚的演出 不料惹怒了慕名而来的赵书长 几个打手抡起木棍 可渣老板丝毫不惧 赵书长怒了 让手下一用而上 将渣老板围攻在巷子里 谁知渣老板凌空一跃 便上了屋顶 就当渣老板放下木棍时 其他手下上前围攻 可渣老板一抵摆 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赵书长想要开枪 不料被渣老板一拳打出树米 就这样渣老板冲出包围 赵书长信有不甘 找到太极门掌门彭前吴 用枪威胁他与自己合作 云家路宅 彭前吴当即召集太极门所有弟子 此刻渣老板通过调查 以为杀害周细雨的凶手是彭前吴 于是从湖中挑出带血的被子 对天发誓 一定要为兄弟报仇 隔天渣老板在郊外 拦下彭前吴父子 虽然四周布满了赵书长的手下 可这些虾兵血将 对于乍老板和和安下来说 不足为惧 很快大决战开始了 彭前吴先发制人 谁知这只不过是诱敌之计 彭前吴打起精神继续在战 两人你追我赶 彭前吴不讲武德 拔出事件藏好的长刀砍了过来 乍老板虽躲过 却被彭前吴的徒弟砍伤 我的刀很快啊 伤口还没张开 这又合上 就当彭前吴得意之时 乍老板凌空一跳 施展绝技 日炼原技术 瞬间便将彭前吴打成重伤 我问你 周西是不是你杀的 彭前吴承认是自己所为 就当乍老板准备了结他时 彭妻子持枪赶来 为了救父亲 彭妻子承认是自己杀了周西宇 何安夏不敢相信 在确定是彭妻子所为后 一个横扫腿便打落了他手中的枪 一阵猛烈输出后 何安夏捡起地上的枪 想要替师父报仇 谁知彭妻子却告诉他 开枪时 周西宇看见他了 为了不让何安夏活在仇恨之中 故意隐瞒 彭前吴护子心切 抢过扎老板手中的枪 周西宇的命我抵了 就在这时 躲在车上的赵书长 突然开枪 将扎老板打伤 何安夏立马追击 赵书长落花而逃 关键时刻 扎老板出现在前方 用手中长棍一条 赵书长连人带车 滚落湖中 除恶行动结束 经历事件的善恶是非后 何安夏又回到了山上 随扎老板学习原基数 这部《道士下山》 商议于2015年 不择手段是人杰 不改出众是英雄 电影最后 又回到了原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